这是所谓的公道 我们处理事情 就是说碰到问题一定要有方法 公道如同处方 正义就是用法 我们已经经过这么久这么久的时间 我要常常讲说 这个是老天给太极门一个大任 为什么这么说 或许因为我们碰到的问题实在太多 也就在太极门 在这个太极平衡原理之下 能够撑到现在还屹立不摇 来证明我们争取对的事情 有老天无形当中的一个帮助 那没有经过24年 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 把我们有问题的一些法律 有问题的一些问题 把它揭露于我们的普世之间 我们建立我们各法律的专业 是不是包括立法委员 包括我们的这些民意代表 是不是一起为我们人民 来呼吁我们的司法部 应该有所谓的人民冤案救济委员会 直接到救济层级了 申诉来不及 那么多 那么多 你还在那边申诉 懂的人可以申诉 不懂的人是大多数 不懂的人都不知道怎么上诉 有多少的冤案 大家是摸着鼻子 苦水往肚里吞 我们应该是直接 有一个人民冤案救济文会 假案冤案错案这么多 我们也希望说救济 冤案救济文会 直接跟我们的NCC一样 直接到不当的这个法官 跟这个所谓的检察官 直接下架 大家说好不好 我主要的诉求是在于 这样的立场 一个NCC 它所谓的独立单位 我觉得司法里面 包括我们的监察院 目前也都已经没有 那么强大的监督的立场 还没进行到弹劾 多困难 让我们人民有一个 针对冤案救济的一个委员会 让我们伸张正义 直接让我们能够 针对假案来 平反我们的诉求 我们的申诉 已经应该是在 这个冤案救济文会里面 有直接申诉的一个管道 我们大家对我们国家的 这个司法 已经容忍已久 接下来 我们真的不允许 我们现在当前不适用的法律 继续存在 来获援我们的子孙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各位